繼臺灣政策法案之後 美國國會是再推挺臺法案 資深眾議員薩波還有薛曼 是提出了加速對臺軍備移捲法案 要求行政部門加快對臺軍售 同時增列臺灣美軍的軍備儲存地點 來因應中國對臺威脅 而外交部則表達感謝 確保臺灣有足夠的國防實力和裝備 來面對挑戰 美國進來不斷推出挺臺法案 繼參院外會通過臺灣政策法案後 相當友臺的眾議員薩波跟薛曼 近日提出加速對臺軍備移轉法案 重點內容包括優先把美國超額防衛物資 提供給臺灣 也要求行政部門運用特別防衛 採購資金加速對臺軍購 並且增列臺灣為美軍軍備儲存地點 包括菲律賓還有北約的部分國家 以及非北約的主要盟國 這些就是讓美軍可以在成平時期就預囤物資 或者是直接協助這些盟國就是獲得軍備 來應對可能爆發的危機 這一點對於臺灣的防衛是非常重要的 法案希望解決美國對臺軍售近來交貨延宕的問題 下坡以俄物戰爭為例 透過加速軍備的移轉跟遞交 讓臺灣能夠提前做好準備 引引中國威脅 而目前法案已經送交眾議院外委會 以及軍委會審理 政府我們會持續跟美國國會的友人 以及行政部門保持密切的合作跟聯繫 來確保我國有足夠的防衛實力跟裝備 面對各項的挑戰 不過這個法案要通過還有一段路要走 另外像是臺灣政策法案 世外人士評估在剩下的會期中 完成立法的難度相當高 但參院外委會跟軍委會議員正溝通 將相關條文 放到每年一定會通過的法案載具上處理 前前訪問美國的王定宇表示 重中之重應該是軍援跟給予臺灣 主要非北約盟友同等待遇 給予實質的安全提升 這也是美國各界最有共識的部分 記者還有朋友組整理報導 那些修理報導 那些修理,管外表人員 所以幫組合評众 一起削,保持護